好 谢谢大家今天来到这边 那我们这边有小朋友要来为大家演出一出舞台剧 这出舞台剧呢 非常非常的精彩 是耗资了千亿个脑细胞才完成的 怎么说呢 待会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有纯手工制作的大型背景 然后我们每个演员身上的道具呢 都是我们的童工玉婷完全手工制作 非常非常的厉害 然后呢 我们还请到我们在我们当中聚会的一个年轻人 用Flash做了一个动画 真的是完全跨界的合作 然后呢 另外最重要是我们的演员啊 演员也是非常的 除了是最强的本土演员之外 我们还网罗了两位金髮小帅哥 待会就可以看到他们精彩的表演 好 那我们就 呃 废话不多说了 我们就来欣赏我们儿童所带来的舞台剧 最美的礼物 谢谢 谢谢 下一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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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的道具 第1步 珍愛領袖培訓學員 聖誕戲劇表演 最美的禮物 明天就是聖誕節了 家家夫婦忙著布置聖誕樹 大街上也熱鬧的複雜兩 當然最快樂的莫過於 拿到聖誕禮物的小朋友了 相較之下小女孩薇薇 一個人孤零零的待在 簡陋破舊的家中 更顯得孤單可憐 給媽媽一個驚喜 這樣好了 我可以去媽媽工作 餐廳等她下班 家麗 請這裡把她打 董事優善解人意的薇薇 打定了主意 她決定要給媽媽一個驚喜 當作聖誕禮物 所以她就從家裡出來 往媽媽工作的餐廳走去 微微瘦小的身影 就這樣獨自穿梭在 充滿著歡迎氣氛的大街上 她這樣跟她們看什麼 我跟她們看 沒有 為什麼剛剛看得到 不是啊 我說她 看得到嗎 有另外一句話要用她去開燈了 不是喔 我請教你把她打開 用手電筒就好了 看 必敗目 你要找呢 好 麻煩點 麻煩點 這個OK嗎 這樣可以嗎 每年的聖誕節 靴子老爹玩具店的生意總是特別好 因為店裡面總是擺滿了 都是各樣新奇有趣的玩具 每個來到店裡的小朋友 總是能在櫥窗裡 找到最喜歡的洋娃娃 或是夢想中的機器人 飛向宇宙浩瀚 無敵 我是巴斯光臨 什麼 你們說我的朋友 無敵和翠西被壞人抓走了 那我得快去救他們 嗨 嗨 我叫巴比 我們已經見過嗎 你們喜歡我今天的造型嗎 一號紅心們 我們上場了 我們就是 把你最寫愛的玩具 牛仔巨蛋紅心 跟我們一起飛向天空吧 讓我們要共住老爹的玩具店 可以吸引小朋友們上門 看到這麼多好玩的玩具 真是讓人愛不釋手 但是 在店裡的小角落 卻有個不起眼的搖娃娃 弟弟 弟弟被擺在櫥窗裡好幾年了 卻一直沒有客人把他帶回家 我也好希望找到一個小角落 我也好希望找到一個小角落 和我一起坐在那裡 但是我沒有亮麗的玩具 也沒有固定的大具 所以從來沒有人住一桌 我好難過 第一 謝謝 沒辦法 因為他公信回來 我不會 他 acoustic 正当微微穿梭在大街上的时候 路过了薛子老爹玩具店 微微默默地站在薛子老爹玩具店的橱窗前 看着其他小朋友手里拿着新玩具 心里好羡慕 这个时候在橱窗里的弟弟 看着其他玩具一个一个被带走 心里也好难过 不自主地掉下了两行泪 也帮我 其实我也好想要留有一个洋娃娃的圣诞礼物 她最大吗 小妹妹 小妹妹 毕毕啊 看来今年又是我们两个一起过圣诞节 薛子老爹祝你圣诞快乐 毕四目 当微微牵着刚下班的妈妈准备回家 路过薛子老爹玩具店门口的时候 小妹妹小妹妹 我刚才看到你在我的店门口看这个洋娃娃好久好久 我猜你一定很喜欢她吧 变到玩具店老板这样一问 微微害羞地躲到妈妈的身后 我们家微微的确一直想要这个洋娃娃 但是很抱歉我们可能买不起 微微虽然真的很喜欢这个洋娃娃 但是她是个懂事的孩子 她知道家里的状况 没有办法拿出多余的钱给她买洋娃娃 明天就是圣诞节了 在圣诞节每一个小朋友都应该要有一份圣诞物 这样吧 如果你不嫌弃这个有点破旧的洋娃娃 你就当做圣诞礼物送给这位可爱的小妹妹 微微听到之后又惊又喜 而在橱窗里的弟弟呢 也兴奋的不得了 妈妈看到微微期待的表情 加上玩具店老板诚恳的态度 便点点头答应了 第五幕 得到了圣诞礼物的微微 迫不及待跑到玩具店里面 抱起了洋娃娃 你好我叫微微 你是我收过最棒的圣诞礼物了 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 我是弟弟 谢谢你带我回家 这是一份全世界最棒的圣诞礼物了 两千多年前 上帝爸爸也送给了世人一份最美的礼物 耶稣 尽管他诞生在伯利恒小小的马巢中 而且在耶稣诞生之前 先知以赛亚便如此预言 他无家型内容 我们看见他的时候 也无美貌 使我们羡慕他 但是耶稣却是上帝爸爸的独生爱子 因着爱我们的缘故 愿意成为人的样式来到世界上 并且住在我们中间 今天我们欢庆圣诞节 便是纪念耶稣降生的日子 你是否愿意接受这份最美的礼物 成为你一生的祝福呢 全体演员下台一举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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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华楼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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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